主席 各位委員 還有今天所有與會的專家學者 還有行政部門的代表 我今天在會議開始以前 我已經很清楚的跟林部長表達 我看到衛福部今天所提出來的報告 我的憤怒根不滿 我為什麼會用這麼重的詞 我們黨團協商 5月5號舉行的 那個時候的協商結論是 5月20號第一週 我們來召開公定會 在那個黨團協商 一而再而三的提醒衛福部的代表 你們要時間準備 給你們時間準備 沒有問題 林部長去日內瓦 參加WHA 我們了解 支持 也願意把公定會的時間挪 躲到今天6月6號 你們衛福部 所交出來的所謂的評估報告 就這幾張PPT喔 我不客氣的講 你們做出來的工作品質 比學生交的報告還要爛 你看 衛福部裡面這麼多人才 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今天部長說 本來 本來 他講完了以後 所有的意願意識到說 可能會 將近要往納入勞基法的方向邁進 已經趕快動起來了 我要問的是 我在監察院的調查報告裡面 最少最少 2013年衛福部 就已經說他們在規劃 他們在研議 從2013年到現在 規劃了什麼 研議了什麼 就這幾張PPT嗎 我藉由這次的公定會 雖然我不是衛王委員會的委員 但是我藉由這次公定會 我要拜託衛福部 從2013年到現在 你們所謂的配套 你們所謂的規劃 到底做了什麼東西 全部交出來 要不然我沒有辦法評估了 我們衛福部是不是真的有在認真規劃 現在這幾種不一樣的發展模式 包括大家最關心具體的時程 我所謂不一樣發展的模式是說 第一個 全部趕快納入勞基法以後 84條之一也不要去討論 現實上有困難 納入勞基法是用84條之一 這是第二個模式 那第三個是 為了不要落入84條之一 所以乾脆不要納入勞基法 等到有一天我們準備好了 再回到模式一 這個是第三種規劃的模式 今天又聽到第四種規劃的模式 說最執照的補償用特別法 或者是用特別的專章來處理 今天我相信在所有的公定會上 所有的與會專家 特別救勞基法在適用 在受僱醫師的時候 他所適用的設成範圍 絕對不是只有公實 也絕對不是只有之災 如果衛福部的人不知道的話 勞動部的人請協助 告訴衛福部的人 有納入跟沒有納入 他所會產生的法律效果 差別在哪裡 那這幾種不一樣的模式 彼此之間的利弊得失 評估在哪裡 具體的時程評估在哪裡 我在今天的報告裡面 我完全沒看到 人家民間代表做出來的報告 都比你們認真啊 如果你們今天覺得 我對衛福部的批評是不公允的 沒有關係 把你們的報告上網去 把今天與會代表的報告也上網去 讓大家公平 部長我今天不是針對你 因為我知道你才剛上任 但是你要注意你裡面的工作紀律 跟交出來東西的品質 我已經當面跟你講過了 如果你今天跟我承認 這一份報告的確是不如人意 以後衛福部會改進 我可以接受 我等你們進步的幅度 但是你如果今天跟我說衛福部 交出來這樣子的報告 你很滿意 那我就不能接受 這個就是我們衛福部的工作品質 我再說一次喔 2013年到現在 衛福部做了哪些泡套 配套哪些規劃 全部一起交出來 然後在裡面今天講的是 你具體的時程你也沒有分析啊 就說你成立了三個小組 那現在是要把這個責任推給這三個小組嗎 那裡面有一些配套措施 根本跟我們今天在討論的事情沒有關係 我不是說完全沒有關係啊 市醫師要不要納入勞基法跟意見評鑑制度的改革 意見評鑑制度的改革現在不能做嗎 今年在評鑑開始以前不是有醫生已經苦口婆心的 勸衛福部 早就應該要改革了 那你把它列在這裡的配套措施 是評鑑要改革所以才可以納入勞基法 還是評鑑如果不改革這件事情沒辦法討論 我都不曉得你們列在後面的配套措施的因果關係是什麼 我希望衛福部加油 部長也請你加油 謝謝